你绝对想不到 五月天口中的10拍E6 到底有多难唱 不说别的 张琴一首差点唱断腰的自己 也才刚到B5 共关五月天的众多演唱舞台 可是没有一首 唱到了如此炸裂的高音 就这还口口声声 说只有如此 才算不顾谱观众 落少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因为五月天的主唱叫阿苏 所以刚刚一出之后 连带着苏建青的性格 开始被调侃了 除此之外 他的那首死了都要爱 最高音也不过才唱到第五而已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性连第五的原调 都有些难唱到了 不然前几天也不会因为 全开麦破音的名场面 而成为全网笑料 咱就说这黄妈唱我的美丽 麦都拉到全场乱飞了 也不过才唱到了一舞 那就是青藏高 唐总当年被誉为 当代最高音的青藏高原 也是到了一舞就已经是极限了 除此之外 周深的人士也同样止步于一舞 都知道你淹没了来路 为什么 一直到 只会到 谢谢 我们依然前行 没有关系 别的就说 反正听五月天这么多年 确实是从来没有听过 他们有跟以上三首歌 有同等程度的高音展现 更不用说 比之高出一倍的一六高音了 但一六高音也并非如此神话 乐坛还是有不少的歌手 可以偶尔挑战一下的 张亮颖的海军 还有公灵娃的凤凤凰 还有公灵娜的凤凰 甚至是刀狼的土地云朵 也曾在爱是你我这首歌里 唱出过三排一六成度的高音 确实 女歌手在高音的演义上 要比男歌手更有天赋 因为林俊杰几乎唱到破音的煎熬 高音部分也不过才F5 但男歌手在这一领域 也并未没有佼佼者 因为迪玛西跟Vitas 就是可以在一六高音区域中 随便挥霍的男歌手 只能说唱高音这件事 真的是要靠天分的 老实说阿星在这方面 也是真的缺失 至少他至今也没能唱出一个 把全世界都给炸掉的高音 不知道他之后举办演唱会 能否能实现他许下的豪言壮志了 视频最后 你觉得阿星能唱出史盘一六的高音吗